台北中山区美福大饭店 今天为大家介绍位于台北中山区美福大饭店 酒店的停车场又大又光芒 而且平面停车场在台北来说算是很难得的 酒店的大堂都非常有气派 在左手边的地方check in 后就可以上房了 在门口就这样看都已经看到房很大 左手边就是厕所 右手边就可以放衣服的地方 酒店提供的是紫外线消毒机 电视还可以投影Netflix 很多酒店都没有 就算放了婴儿床在旁边也不会觉得好逼 茶水的空间就不太大 但乘以就十足了 很少会见到酒店放这么多瓶水 冰箱的饮品都可以免费享用 除了茶之外还有饼干 饼干的款式都是其他酒店少见的 旁边还预备了水果 小边入住的楼层就是八楼 打开窗帘的话光线都很充足 整间房间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 接着去参观一下厕所 厕所也挺大 除了浸浸浴之外 连浸浴的空间都非常足够 沐浴的用品就是英国的品牌 连提供的梳洗用品都放得很高级 早餐在地下一楼 这个是即制的饭团 饭团没有用很多饭去包 所以如果两个人分享一个 其实也不会太饱 小编点了传统饭团 里面有酸菜菜脯 肉松和油炸鬼 不想吃传统饭团 还有其他选择 可以选择芝士培根饭团 或者素食饭团都可以 点好了师傅就会立即包给你 热辣辣的 旁边就是热食的部分 有粘粘的菜可以选择 另外热食的部分 都有中辉式 好像有炒菜炒乌冬之类 提提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开小铃铛啊 这边可以选择不同煮法的蛋 这个就是烤猪后腿 这里还有印度咖喱 最特别的就是有印度拉茶 粉面档这边 这边有牛肉面可以叫 不吃牛肉面 也可以点淡仔面 小片就点了牛肉面 看起来好像很大碗 其实就不太多 这边还有寿司 自助早餐 通常都会看到有粥的 比较特别的是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精点 可以选择蔬菜 或者是水煮蛋 这边就是芝士 还有些冷盘 这边就是放沙律的地方 种类不算很多 但连小件的红菜头都有 面包就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是不是看到也很想吃呢 连方包也有不同的口味 其实美福酒店的自助餐 是非常有名的 其实不离住 来这里吃自助餐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听说他们的下午茶甜品自助餐 听说他们的下午茶甜品自助餐 非常出名 听说酒店下面的粤菜味道都不错 这么久没有回香港 始终都会想吃一些香港的点心 不过疫情的关系 人就不太多 腸粉味道都可以 但小编就觉得 豉油甜了一点 叉烧酸味道都不错 热热热的腐皮卷 夹开还出烟 牛沙包都基本上 喝茶都必点 第二天跟亲戚继续在这里吃饭 这个层架上的食物 就是配搭片皮鸭一起吃的 潮州粉果在台湾就比较少见 见到当然立刻要点 咸水果都很久没有吃 这里的片皮鸭非常大 比起在外面一般的餐厅吃大很多 片皮鸭也是这间餐厅有名的菜式 我们就要求把鸭给零上 就不是很多间餐厅肯这样做 吃月式餐厅必点的 就一定是粥 小编就吃不惯台式的粥 这个粥就真的有家的味道 甜品就点了个煎堆仔和煎饼 味道都很好 现在美福酒店正在做网上的旅展 价钱非常便宜 小编都忍不住再订一次他们的房 5200元台币连两个人的早餐 比我上次住的还要便宜 住宿券的有效期到2023年 优惠期有限 有兴趣的朋友都赶快去订 小编今集就介绍到这里了 下次见 拜拜 拜拜